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六次会晤 俄罗斯高层官员不仅在机场铺红地毯迎接 俄罗斯战斗机还在空中半飞护航接待高规格 欢迎欢迎请进 习近平搭乘专车 抵达卡尔山克林姆林宫 一见到俄罗斯总统普清 先互相用中文问好 接着参加非正式晚宴 欣赏俄罗斯乐曲 趁着金专国家峰会期间 两人再次会谈 这也是今年以来第三度会面 外媒法新社引述俄罗斯官员说法 对谈大约持续一小时 两人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乌克兰局势 外界不只关注中俄互动 这次习近平也在23号会晤印度总理莫迪 是2019年以来两人首次正式双边会谈 外媒引述印度官员说法 指出中俄以针对边境地区的巡逻安排达成共识 化解2020年流血冲突后的敌对僵局 同一时间印度也努力深化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 才刚与中国化干戈为玉帛 莫迪与普清会晤时也当面表达 希望乌克兰冲突能和平并尽速化解的期待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日前才传出北韩首批精兵部队已经派往了俄罗斯准备参战 乌克兰的媒体最新爆料当中有18名北韩士兵集体逃兵 最后被抓回 南韩除了批评北韩参战违反了联合国决议 还决定派员到乌克兰就近监控北韩参战部队 新车记录器拍下爆炸瞬间火光四射 俄军再朝哈尔科夫发射导引飞弹炸毁住宅与汽车 连续两天夜袭出动116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 其中59架被防空系统击落 不过国际间最关注的还是北韩派兵到俄罗斯参战 乌克兰军方才刚曝光 北韩军人在朝俄边境训练中心领物资备战的画面 今天又揭露有18名派到俄罗斯的北韩军人 竟然恶到集体脱逃 跑了60公里前攻进气 又被俄军抓回去 南韩国家情报院分析 北韩将派遣约1.2万人兵力参战 而他们则准备派军事情报人员前往乌克兰监视 驻扎当地的北韩军队动向 美国警告北韩派兵是危险举动 俄罗斯被问到北韩是否参军 答案却很模糊 乌俄战争已经陷入泥沼 北韩这时候为什么还要参议卡 专家分析金正恩是想借此提升战斗士气 专家认为北韩想从乌克战争中学习 不排除接下来可能炮击南韩离岛或船只的可能性 如果两韩爆发冲突 到时候俄罗斯就不得不还这份人情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期前往洲际弹斗飞弹基地视察 北韩官媒朝中社也公布了照片指出 金正恩试导飞弹基地 检查各发射设施的功能还有战力 金正恩强调战略飞弹是遏制战争的中枢核心力量 北韩劳动党坚持战略飞弹武力危险 实现整体武力的技术现代化 金正恩指出近期已多次强调 美国战略核武对北韩的安全构成的威胁不断升级 各种潜在的威胁迫使促使了北韩 因显著提升战争恶阻力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剩下仅两个星期 金正恩此时视察飞弹基地格外引发联想 南韩的媒体就分析了 金正恩可能试图借此展现北韩远程飞弹 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 支持关心的是美国选举 总统候选川普在北卡奏事又提到了中国 他说自从签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 美国制造业都被中国抢走了 另外英国媒体《每日邮报》 根据最新的模型来计算 预估川普将拿下312张选举人票来当选 而选举人票将大赢贺锦利30% 川普在北卡堪灾 大战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的火箭发射 是中国无法达到的成就 川普批评说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 美国制造业都被中国抢走 共和党的丽兹潜尼则在杜汉和贺锦利同台造势 英国《每日邮报》做出最新选举预测 川普在选举人团中会大赢30个百分点 模型显示川普可能横扫7个关键周 拿下312选举人票当选 现阶段贺锦利要极力挽回的是 逐渐流失的黑人男性选票 奧巴马不理解的是 那些黑人不是在选举Kamala 因为她的选举 他们在选举政策上 乔治亚非议选民表示 他们看的是政策而不是肤色或性别来投票 认为川普政策更能引起公民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持续陷入拉锯战 投资人也在为激烈的选情做准备 美元周二延续涨势 选情紧绷带动了资金涌入贵金属避险 黄金价格上涨将近1% 更创了历史新高 美选再加上中东局势持续紧绷 投资人纷纷寻求避险 美元已经连续三个星期上涨 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走势 美元指数周二涨0.1% 再度冲上了新高 今年已经上涨超过33%的黄金 也突破了历史数字 现货黄金上涨0.9% 分析师甚至看好黄金在年底前达到3000美元的价位 而担忧对于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当选后 所造成的财政冲击 在前景不确定下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 持续在4.2%左右 分析师担忧美债殖利率的上涨将开始威胁股市 关心的是乔治亚州将是这一次美国大选 再次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11779这个数字是2020年拜登在乔治亚州赢得的选票数 也是川普在电话里要乔治亚州的州长 想办法找出支持他的选票数量 而选战倒数的最后两个星期 TVBS特派记者尼嘉辉在乔治亚州走访的两党办公室 也了解最后冲刺的工作重点 剩下两个星期 我们访问了民主党乔治亚州办公室的执行主任 以及共和党乔治亚州通讯主任 两个阵营都说在一个这么小差距 就决定结果的状况下 每一票都要争取 每一个族群都不能放过 要在短时间里有效地争取选票 两个阵营都会锁定选民特职 就是过去不偿投票的族群 不过很多选民对贺锦丽还是不熟悉 民主党方面说确实要和总统选了九年的川普相比 投入选战只有一百天的贺锦丽 还有努力空间 那他们都谨慎地表示有信心 但同时也为可能的选举官司做好准备 My nightmare scenario would be that we win and that the Harris campaign challenges it It's kind of like what we saw in 16 where we have efforts to go after electors and get them to switch their votes or any number of shenanigans Victory at the ballot box is what's going to matter I'm nauseously optimistic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get this thing done here 至于乔治亚洲的选民提前投票 踊跃到底对哪一方比较有利 两个阵营都认为还没有开票 都不能太放心 TV新闻黄松普教会 美国亚特兰大报道 荷兰晶片生产设备制造商ASML爱斯摩尔 上周公布了财报跟展望 让市场大失所望 不仅导致了公司股价暴跌 全球晶片股也一度全面跳水 ASML执行长福克22日出席 在伦敦举行的彭博科技研讨会 强调2026年将是 埃斯摩尔的成长点 长期而言仍预期业绩成长 福克表示 AI是业界的一大机会 但并不是每个半导体公司 都会搭上这波热潮 而要精确量化或是预测 是非常困难的事 福克指出 中国大陆是埃斯摩尔的 重要市场之一 而无论如何 谁胜选美国总统 埃斯摩尔对中国的出口 仍将持续面临压力 以当今地缘正式局势来看 他认为显然美方将持续 施压涉嫌 关心的是中东局势 以色列再次攻击了 里巴尔能首都贝鲁特 飞弹炸毁了一栋社区大楼 整栋建筑瞬间化为炮影 至少10人死亡 5人失踪 郑主党发言人出面证实 日前攻击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私宅作为报复 没想到以色列军方也直接承认 月初的空袭早就炸死 珍珠党领袖接班人 萨法定 爆炸巨响 大楼在眼前瞬间消失 建筑灰飞湮灭 碎片往四处喷飞 灾难片特效 就在里巴嫩真实上演 以色列声称这个地区 有真主党的设施与碉堡 当地时间22号 设飞弹炸垮被鲁特南部 移动社区大楼 住户的家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至少10人死亡 还有5人失踪 居民徒手挖掘废墟 找寻一线生机 另一边沿海城市提尔 也接连爆炸 以军再发动一连串空袭 导致70人死伤 珍珠党也直接承认 19号纳坦雅胡斯 这似乎暗示着 珍珠党未来 可能发动更多攻击 但宜君不是省油的灯 首度证实 珍珠党领袖接班人萨法丁 早就死于月初的空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抵达中东停火斡旋的 第一站以色列 泰拉维夫却是再度 响起空袭警报 我认为 珍珠党的死亡 是创造一个重要的机会 带牢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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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第十一度出放中东的布林肯在一次会见纳坦雅胡 就是希望以色列能抓住机会实现假撒停火 TBS新闻综合报道 以色列在过去24小时密集打击 珍珠党多达300个目标 同时管杖的帐房也遭到击毙 珍珠党稍早证实有部分成员被以军活捉 以色列声称 珍珠党把金库藏在民宅跟地道 甚至医院下的地下碉堡 也藏匿价值5亿美金的现金还有黄金 这也是他们这一波的打击重点 尼巴嫩南部枪炮升四起 以色列第一巴巴装甲驴 在战车掩护下停进建筑内细细搜索 虽然这里的敌人换成珍珠党不是哈马斯 但以军作战手法没有太大的差别 都得耐着性子确保废弃的房屋 没有武装分子藏匿 以色列杀敌不手软 过去24小时又袭击了300个真主党目标 贝鲁特南郊地带一整夜火光四起 这次甚至有医院附近遭到空袭 酿成死伤 不过以色列强调这波攻击 大多锁定真主党藏匿的金库 这些据点要不是藏身在民宅内 就是藏在医院底下 以军还秀出动画示意图 指控贝鲁特以南的萨赫尔医院地底 设有一个真主党已故领袖下令 打造的神秘碉堡 这个碉堡不只应有尽有估计还藏有至少5亿美元的黄金和钞票 以军密切监控医院的同时 叙利亚也传来爆炸声 原来是真主党汇款部门负责人现身当地 结果遭以军瞄准击毙 以色列对真主党金流来源 辽若执掌还制作动画解说筹钱方式 从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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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把这些金流相关的高层列入暗杀名单 真主党财务长卡西尔证实已在10月初被击毙 伊朗短时间想运钱给小老弟恐怕更困难 以军短短一天陆续炸毁 有真主党金库支撑的卡德哈桑协会 附近居民又被迫逃离家园 不料战虎之下 却出现黎巴嫩警察驱赶自己人 理由是这些民众违法 战友私有建筑当栖身之所 黎巴嫩人开始抱怨 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像是伪君子 漠视加萨和黎巴嫩的惨况 事实上加萨地区状况更惨 被加萨接连被轰 不过以色列强调有开启安全通道 供民众撤离 伊哈战争打了一年多 不见平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展开 第十一次的中东行 布林肯先前几次的斡旋 总是无功而返 现在又面临哈马斯群龙无首 想停火也不容易 因为以色列极右派人士 仇恨感加深 也喊出要在加萨打造新的囤肯区 他们认为去年10月7号的血腥突袭后 巴勒斯坦人就没资格待在加萨 当中也有以色列议员支持这种言论 以巴之间的仇恨不见缓解 反而越显越深 有新闻送不到 财经话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 2025年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展望 并警告地缘政治 战争 贸易保护主义等风险加剧 IMF对中国2024的经济成长预期 从5%下调到4.8% 理由是房地产疲软 消费者信心低迷 而对于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 则维持4.5%不变 首席经济学家皮股林查斯表示 尽管北京最近寄出的措施方向正确 但中国央行上个月宣布的举措 不足以实质性促进经济成长 中国财政部最近采取的措施 尚未纳入IMF的预测 鼎泰峰在中国大陆的经营面临挑战 由于定价偏高 在大陆经济下滑之际 不少消费者转而选择更平价的用餐地方 TVBS特牌记者在中午用餐时段 到深圳门市发现 上座率约五成 不用排队 顶泰峰在深圳的均价是145元人民币 相当于650块台币 定价是高端餐厅 因此他所设的门店 都是在高级的shopping mall 或者是知名的百货公司里 平日中午12点半 走进深圳鼎泰峰店 消费者不到五成 店内最引以为傲的服务品质 依然让我们感到很熟悉 我们的包从原来的小笼包 从原来的五个 调整为六个小笼包 为什么五个变六个 我们加量不加价 实惠嘛 员工特地介绍 现在一笼小笼包 多20%的份量 价格约新台币200块 换算下来 深圳的价格比台湾贵 百分之二十 因为店租太高昂 对于外山城那边 这边来说的话 就是说六个是四块钱也还好 但是如果说对普通地方来说的话 那肯定就不行了 小笼包一般的话 那普通的地方的话 也就是差不多 二十多块钱 这样子吧 不同的是 大陆的鼎泰峰 多了很多甜的小笼包 例如核桃枣泥口味 小笼包吃的很多 各有各的特色吧 你们的品种比较多了 有各种的什么松露的咸的呀 蛋的味道比较多了 口味比较 选择性比较多吧 顶泰峰八月关闭了华北和厦门 共14家门店后 目前上海 苏州 无锡 南京 嘉兴 杭州 宁波 广州和深圳 剩下18家门店 由上海广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经营 顶泰峰 中午的来电客三四成 同一个商场的其他餐厅更惨 外头后卫的椅子上 熊比人多 里面零零星星一两桌客比比皆是 你知道哪里人最多吗 美食街热闹了 当大陆经济下滑 餐饮业降价潮来临 顶泰峰 高端小笼包的定位 被一部分的消费者放弃了 现在大陆吃饱比吃好更重要 TVB新闻 谢贤熙 陈向如 广东深圳报道 美股周二收盘小幅下跌也影响了挥打股价 和21日才挤身全球前十大富豪的黄仁勋 资产缩水了1.28亿美金 更多内容马上连线国际中心的记者黄宇璇 美股周二收盘小幅下跌 道琼跌幅0.02 标普跌幅0.05 不过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则上涨 这波上下震动 主要是因为投资人关注美国公债值利率 以及各大企业财报所导致 而21号才以1241亿美金身价 首次进入富比市全球十大富豪榜的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公司股价也受到波及 出现小幅下跌 连带影响他个人资产 虽然还在富比市前十大富豪榜内 但根据彭博社资料 黄仁勋身价缩水了1.28亿美金 不过在财报季 投资人大多抱持观望态度 这样的上价波动很常见 张化身杠一名独居富人 收到了这一期的电费 发现竟然是上期的五倍之多 将近一万八千元 那台电也派员来查看了 推测可能是短住亲友 使用旧式的非节能变频的冷气 是吃电大幕 电费账单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三元 这是什么店面吗 不是这是张化身杠一名独居富人 这一期的电费 电费自动扣脚 事后收到收据看傻了眼 夫人说上一期七八月的电费 还不到三千五 这一期将近一万八 五倍的电费 明代接到陈勤也协助了解 冷气洗衣机冰箱 都是高耗电的电器 夫人说她之前还换新的电器 一开始电费降了 现在却突然暴增 三次确认账单 还比对去年的用电 记录没有错 台电指出 电费分级计算 一千零一度开始 每度八点四六元 用户三千零六十三度 其中一千多度 都是这个电价 这个用户去年 他在第六段的部分 有三百一十度 那今年在第六段 有一千零六十三度 他去年的用电度数 跟今年的度数 是差异大概七百度 分析原因 屋内原本有两台冷气 后来他又加装了一台变频冷气 旧冷气平时没用 房间当储藏室 但是亲友回来短住的时候 可能开了一整天 使用的是非节能变频冷气 应该就是它 是个吃电大魔王 TBS新闻 陈志忠无熟评 张华报导 连锁素食品牌 金锡汉超人气动漫 猎人联名 引发了热潮 23日上午终于开卖 让不少粉丝 一早就排队强卖 而在林口奥斯勒的新开幕 泡泡马特再度涌现 排队大军 尬尬了啦 用心打扮成大姐 怎么会扑了个空 我是大姐啊 我要第一个冲去买卡包啊 结果他却没卖 猎人的粉丝们 不要再记错时间了 因为今天才是正式开卖的日子 那么您看到 现在中午时间非常多的粉丝 都在排队 就是要来买限量卡套 队伍一路从门口绵延 大家在想的就是素食品牌 和知名动漫猎人联名 甚至还没开卖 店家就说 数量已经不够卖了 一定要买到 已经答应同事了 必须买到 一定是先买满20包 那如果后面还有剩 还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再去排到第二轮 办公室都在讲 我就是今天被派下来买的 早上六七点就来卡位 同事朋友劳定酒劳咖 就是要全部搜集完 还有网友分机 买小蛋卷冰淇淋18元 再加价89块 一次买20套 最省钱CP值最高 因为送给非粉丝的网红开箱 导致麦当劳猎人联名 先前被沿上 现在更小心操作 只有专属柜台卖猎人 一次五人进场 同一时间也在抢牌的 还有林口奥勒开幕 泡泡马特再度涌现 带牌阿公阿嬷大军 队伍长到好几公尺 外送啊 然后附近商家也很好 他们会来打广告 然后就是会帮你送过来 上厕所跟附近的 就是前后讲一下 然后他们就会互相cover 就是照应一下 意外插取是 周二晚间北部下雨 但带牌的阿公阿嬷 怎么样都不愿意离开 一四夜只要打开洒水汽 想要驱赶 但还是不减 带牌大军坚持 阿公阿嬷实在太拼命 体面新闻王岐阳领会 张卫先台报道 美国速食龙头爆出了食安事件 全美多达10个州 49倍民众吃下了 该品牌4盎司牛肉饱后 出现了感染大肠肝菌的症状 十人住院 其中一人不幸死亡 美国食药署出判 罪魁祸首 疑似就是汉堡中的洋葱丝 热腾腾的后切肉排 在烤盘上次次作响 光要看的就让人口水直流 不过这款知名素食4盎司牛肉饱 却传出美国有民众吃下肚后 感染大肠肝菌 全美包括科罗拉多州 内布拉斯加州 多达10个州 有49位民众吃下这款牛肉饱后 出现出血性腹泻 溶血性尿毒症候群等症状 包含一名儿童在内 一共10人住院 一名年长者不幸死亡 不过制作汉堡的步骤中 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 美国食药署出判 罪魁祸首疑似就是材料中的洋葱丝 就怕连带影响整体销量 素食业者总裁赶紧跳出来 澄清其他品项没有问题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业者立即停售全美14个州 该款牛肉饱 并呼吁其他门市 不要使用到洋葱丝 同时发声明指出 未来几州会和供应商 协力换补上牛肉饱的食材 其他品项也都将持续贩售 但食安事件爆发之后 素食业者股价周二盘后 一度跌超过10% 素食业者的品牌形象 依旧受到影响 特别新闻 走报道 天气变幻莫测 农作物又只能仰赖天后来吃饭 而世界最大的咖啡生产国 巴西和越南也遭遇了严重的干旱 造成了咖啡豆的产地收成下滑 进而影响到了价格 像这种枝条就要把它输掉 像这一根就要把它输掉 你如果没有输的话 它到时候整个全部都是满满的 所以它空气就进不去 阳光也射不进去 然后病虫害就多 连续几天的大雨 除了可能引发病虫害之外 对于成熟的咖啡果实 也是负面的威胁 因为果实会被打落到地面 而掉在地上的果实 滞留太久就会开始发酵 雨当然是也有关系 然后旱灾的部分就是有时候 它可能会几十天没有下雨 所以到水分不足的情况之下 它的那个豆子它生长情况就是会有改变 所以说它的烘霸的部分就会比较多 一般来讲我们在抓这个 就是咖啡的产量 就是一颗大概就是一磅 一磅它指的是烘焙后以后的一磅 平均啦 比方说我这边有三百颗 那应该年产应该有三百磅 对不对 其实没有那么多 我可能只有三分之一 天气变幻莫测 农作物又只能仰赖天后吃饭 实在不容易 尤其世界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巴西 遭遇70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气温飙升到平均值之上 造成咖啡豆产地收成下滑 天气的影响就连第二咖啡生产国越南 也陷入同样难题 因为我们家自己的豆子是 伊索比亚跟巴西的产群 然后比较影响到的是巴西那边的豆子 因为它们旱灾嘛 所以会影响到它们的产量 然后最接影响的是因为 通膨是每年都会持续逐渐的增长 然后所以就会影响到期货 然后期货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厂商 所以我们跟他们叫货的量 会有涨价的部分 产量大减不得不反映在价格上 从国际咖啡组织公布的市场报告来看 平均每磅涨到2.38美元 相当于台币77元 相比2023年同期上涨近55% 我们自己老板的方法是 因为客人我们主要还是 其实比较熟客 就是跟他们建立两号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不想要 太这么直接的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方法是可能像做人力上的调配 就一间店就是一个人雇 我们现在有三间店嘛 对 然后在之前还有中杯 然后现在就改成只有大杯 直卖大杯维持客单价 是业者的变通之道 而连锁咖啡路易莎需求大 也因为咖啡期货波动剧烈 因此在采购时会进行期货避险 但气候变迁问题难解 恐怕未来咖啡的产量只会持续受到波及 巴西跟越南的干旱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还是全球暖化 那我们知道去年是创下有气象资料以来 是最炎热的一年 不过今年看起来非常的不乐观 有机会再刷新去年的记录 那以目前我们统计到9月份 全球的气温 其实它已经连续14个月 打破了升温1.5度C的这个危险的门槛 另外回溯到2023年也受声音现象影响 使得北大西洋附近的海温升高 进而破坏了水循环的机制 也减少了降雨的几率 不过咖啡毕竟不是民生必需品 但天气的影响恐怕是许多农作物都难逃 巴西这次来讲其实它有40% 几乎都是它的国主都在这个亚马逊河 那亚马逊河也因为高温 也因为干旱也因为下雨减少等等 其实它已经有部分地方开始有了森林大火 尤其IPCC估计自1961年以来气候变迁 已经使得全球农作物生产降低了21% 现在正发生的气候变迁影响层面 不只是涨价这么简单 TVB的新闻何将谢丹茨特罗特 来关心娱乐焦点 去年夺向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 关继威近期接下了主演电影 饰演了一名王牌防众 却得被迫面对过去重新搏斗的战场 而合作的演员包括像是吴彦祖 此外他接下来将受邀来台 参与金马电影大师讲座 饰演一名在美国招需的王牌防众 某天却收到前伙伴寄来的红信封 让关继威瞳孔地震 一方面和前伙伴雅利安娜戴博瑟 有着不解之情 另一方面作为犯罪集团 老大的吴彦祖还派人来威胁自己 关继威两面不适人就连房屋带看都能变成活斗战场 我们在逃避 而逃避不逃 如果我们会阻止你兄弟 我会需要你老的 接下主演电影 喜剧元素却有大量动作场面 再加上关继威有点呆萌的神情 提高不少期待值 而受到他近期计划 可将专程来一趟台湾 去年夺下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后 关注度大提升 今年也受邀参与金马电影大师课 另外骂的多重宇宙 导演关家勇 制片人王庆也在名单中 算算共12位 跨界交流 含金量至高 TV讯演中学张普君谈不到 韩国女团ESPA又带来了新曲回归了 这次的新歌旋律一样非常的洗脑 还有模型舞步 被网友称回脖子痛骨 势必掀起一波模仿的风潮 而不久前才来台湾开演唱会的ESPA 也透露很想念台湾的风铃酥和牛肉面 中途性旋律席卷歌坛 他们又回来了 女团ESPA五月才刚发行 首张专辑 一刻也停不下来 再推第五张迷你专辑 女孩们透过歌曲展现无所畏惧的自信 带领所有人一起跳脱框架 我觉得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就是 和以往我们给大家展示的音乐有一些不同 然后第一它是有一些house的感觉 校生只要听五秒就会让人想跳舞 而ESPA的舞蹈动作也因为太像脖子痛 立刻在台湾社群掀起讨论 人人都要来模仿一下 而说到台湾前阵子才刚办完演唱会 在地美食也让ESPA念念不忘 台湾经典美食真的太美味 就算回到韩国也好想再吃 不过接下来他们要先与师兄姐们 迎接SM娱乐三十周年 不只有大家最熟悉的 Sorry Sorry 洗手舞 还有不败的神话 粉丝亲手制作手服 从1995年创立至今 SM娱乐推出过不少神机团体 接下来就是要展示 所属艺人总动员的SMTOWN现场演唱会 还有各种线上线下精彩内容 各大团体强势回归 要掀起粉丝们的满满回忆沙 TVB的新闻发言宣传社综合报导 来关心消费话题 目前台湾鸡蛋的产地价 每台金21.5元 虽然创下了四年的新低 但是不少餐厅还有早餐店 仍然维持加蛋加价 不过云林就早餐店的老板 响应近期蛋价降价 也回馈了客人 汉堡列加蛋不加价 被说超佛型 早餐店现间荷包蛋加进餐点 美味加分 不过现在想加蛋都会多摸一下口袋 因为加蛋不像以前加5块加10块 不少店家已经涨到加15块 但云林这家早餐店 想应蛋价降价 免费帮客人汉堡加蛋 根据台北市蛋商工会 公布的最新行情 鸡蛋产地价已经由美台金24.5块 降到21.5块 批发价也从美台金34块 跌到31块 与2007年同期的价格差不多 台湾蛋鸡事业产销督导委员会 内部的产销报告 还首度出现了严重过剩警语 显示目前国内每日鸡蛋产量过剩 超过了百万颗 就有店家脑筋冻得快 跟上一波时事 最近蛋价交出人家 就是这个价值能还可以接受 说是蛋肉会长出来的话 有限量吗 没有没有 不过活动也注明 因为蛋是送的 就算不加蛋也不能退费 毕竟残营业者 还是要考虑其他营业成本 不代表蛋价降 其他原物料也跟着降 其他没降价的店家很无奈 消费者想实现吃蛋自由 但店家也要精打细算 维持营运 这波鸡蛋生产过剩 价格创四年新低 能维持多久 会不会休等一会 又回到一旦难求的窘境 不少店家还在观望中 电影球商从美云林报道 中国大陆今年的双十一 已经起跑了 销售活动长达一个月 但南韩海关最近严格查气 边境货物 抓到了不少躲避关税的包裹 而南韩官方说 这次的特别行动 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双十一 还有美国的黑色清洗户 两大购物节 上海之间占地超过四千五百坪的仓库 摆满大大小小的包裹 工作人员忙着分类发货 今年大陆电商双十一购物节 提前开跑 物流业者火力全开 迎接这波年度销售热潮 今天是双十一的第一天 货量平时的十倍 但是订单结构非常复杂 批量单占比在百分之十 我们也全部的人员火力全开 现在实施的单量 单小时的这个峰值 大陆今年双十一周期 长达一个月 堪称史上最长双十一 有陆美分析 今年电商优惠力度 创下历年之最 叠加官方已旧换新的补贴 有望带动疲软的消费市场 大陆双十一热潮烧到海外 但南韩政府发现大量商家 以自用名义进口货品贩卖 截至9月查获143起非法海外职购 涉案金额达到608亿韩元 只和新台币约14亿元 南韩将启动为其五周的特别行动 重点打击食品化妆品等海外职购量大的货品 防止逃税侵权案件再发生 TVBS新闻 肖明镇蔡一姐综合报道 差不多最新消息 天王朱杰伦台北大剧段演唱会 四场共15万张的门票稍早已经完售 甚至有部分人反映 当机整整20分钟 而官方的售票系统也最新宣布了 预计将会在今天23号下午3点重新试票 至于中午12点半之前刷卡失败的订单 将陆续转为ATM虚拟账号来付款 这是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来关心的还是俄乌战争的部分了 俄罗斯出动了116架无人机大举进攻基辅 同时也发射了导引炸弹 轰炸了哈尔科夫 乌东的许多城镇也爆发了激烈的巷战 乌军陆续传出遭到围困被逼撤退 另外库斯克乌军则是使用M2布莱德的战车 还有M1的爱布利战车加大在俄国境内的攻势 乌克兰东部克里福洛的警察 正协助民众撤离到安全地带 突然远处有同事大喊叫他们快逃 今天巨响爆发 好不容易躲进避难处后 又有第二次 第三次爆炸传出 过去三天当地就像这样 遭俄罗斯炮弹连环轰炸 还造成一位警察殉职 不止克里福洛 往北一点的哈尔科夫 和首都基辅 也分别遭俄军的导引炸弹 以及116架无人机攻击 尽管大部分都遭防空系统击落 但漏网之余还是造成不少伤害 乌军以牙还牙 在哈尔科夫往卢干斯克方向的战线上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也用无人机轰炸当地一个被俄军占领的村庄 有俄军战俘被抓到后 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对还想顽强抵抗的敌人 乌军也不会手下留情 从背后朝敌军战壕 展开激烈枪战 就算挂踩 手也不能停止扣扳机 但往南边走 在盾内刺客的乌军 已经陷入被围困的窘境 过去几周 俄军包围多个城镇 迫使里面的乌军陆续撤离 最新一场攻防战围绕在战前 人口有两万多的赛利多维 俄罗斯军事布洛克声称 俄军加大攻打赛利多维力道 镇上已经开始进行巷战 在巴赫姆特的纽约镇 亚素营士兵利用128毫米大炮 猛烈反击 一边还要避免被俄军发现 他们的发射地 在前线尾奥射弥青的 还有抓不住火 sequel的 不 ry根部队 现在也是合音装变 约个玩 Präsident 现在 Goth 棣完事 来咨询 士兵饭都是尽兵的 至少 looking Missouri При勒等于被在我们 两天前后 пр电话 无尔双方都在比谁的无人机 能够更快摧毁对方大炮 周一俄军又对杂布罗热 发射弹道飞弹 造成至少一死十四伤 同时乌军继续在俄罗斯本土的 库斯克轰炸俄军 用的就是美国的布莱德利战车 与爱布兰坦克 而且很快 美国又要送来军援大礼包 美国大选只剩两周 川普阵营对军援乌克兰似乎不太支持 周一造访基辅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赶紧为乌克兰打一剂强心针 承诺美国国会会对乌克兰达成跨党派的新援助 不过专家表示 如果不想让乌俄专争越拖越久 就该让乌克兰有能力攻击俄国境内的后勤和空军基地 逼俄军上谈判桌才有可能停火 TVBS新闻综合报道